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人类心灵的表达 而基督教艺术的含义更多 因为它是表达一个人的信仰 信赖和交托 把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 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崇拜艺术 正如一个讲道者 不崇拜他的讲章 因为艺术和讲章 这两者是述说上帝 对这个世界的 伟大的爱的福音的一个方法 有人说过 一幅画比千百句画 更有价值 这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 我们所见的东西 比所听的东西印象更深 我们今天就生活在 一个画的世界里 我要告诉你 一个很有魅力的故事 艺术家在复制的这幅画 是怎样的一幅画 1892年 一个婴儿诞生在芝加哥的一个基督教家庭 他的名字是瓦娜·萨尔曼 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时 他对每星期天的主日学里 看到的圣经图画 就有很深的印象 这些圣经插图的作者 是基督教艺术家 瓦娜·萨尔 瓦娜的心像火一样的炙热 他渴望将来成为一个基督教艺术家 他所在的教会 支持并鼓励他的梦想 他的老师 在培养他的艺术兴趣方面 给了他许多指导 14岁的瓦娜 开始做学徒 学习艺术 同时 在芝加哥的艺术学校上夜校 坚持了长达九年的工作 获得了夜校中唯一的证书 在他学习艺术的同时 也到圣经学院上课 瓦娜在圣经学院学习同时 受到基督教艺术的挑战 有一天 教长塞勒尔问他说 我想知道你是一个艺术家吗 是的 我喜欢画画 好 坚持下去 我们需要基督教艺术家 我希望你 将来会向我们表达 你对基督的概念 我们看过的大多数绘画 都把基督表现得太柔弱了 我希望你 将描绘一个果敢的耶稣 你的艺术是 你认为基督耶稣 应该是一个粗犷的严厉类型吗 瓦娜问 对了 塞勒回答说 他在户外工作 生活 所以他必须是黑黑透红的 他是人 有完全的人性 他眼睛如电视一样 面向着耶路撒冷 他男子气概的脸 象征着坚强和权力 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幅画 我希望你有一天 会创作出来 很久以来 年轻的艺术家 被那些通常在画中所描绘的基督的形象 所冲击 他同意 教掌的意见 对常见的表现 对常见的表现耶稣绘画中的伤感 疲乏 非常不满 他感到基督的面 应该是一个美而单纯的粗犷 他希望有一天 把这样的感觉表现于画中 瓦娜终于在31岁时得到灵感 画了这样一幅画 下面是此事发生的经过 他在一个青年基督徒杂志当艺术编辑 负责全年的艺术插图和封面设计的任务 在工作会议上 从未提到过的关于基督徒生活事物的建议 在1924年2月被提出来 他对于这个主题思考了很久 试图去寻找一些真正刺激青年人的东西 但仍想不起什么 在截止日期的那一天之前 他在画板上工作得很晚 但毫无用处 他只好去睡 但焦急和忧虑使他不能入睡 最后在凌晨 一个基督的头像 清晰的画面 忽然明显的浮现了 是这样的明确和清楚 以至他几乎能够看见他在纸上 他迅速的上楼 去找他的画板 在这个形象 在他脑海当中还没消失之前 用指甲画了一个小小的竖写 第二天 他把它扩大成为一幅碳画 艺术家这样 记住到他灵感的经过 终于一切如期完成 这幅画吸引了所有的观众 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幅著名的基督头像 以为全世界的人所知 在这幅画中 耶稣被描绘成为 成熟又是年轻 勇敢而又谦虚 果断而又怜悯 经验丰富又神秘 友善而又孤独 在耶稣里 所有这些特别的性格都融合起来 这是基督在门口的第一个基础 这是所有福音绘画中最完美的 有吸引力的其中一幅 每一个细节在画中都有一个信息 一起调和在一个构思中 形成一个色彩的交响曲 这是从圣经启示录 三章二十节中得到的灵感 耶稣在这里说 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注意到这个细节的萨尔曼 如此细致的描绘 给你一个特别的信息 如同基督站在你的心门外 首先 看那坚实的橡木门 和门上沉重精致的铁门链 注意那些细节 这可能是进入一个教堂的门边 是否也可能是基督在敲 一千对上帝的圣灵 关闭着的教会的门 但如果你仔细看看 会发现从基督的形象 发射出来的光 照射到门的每一个部分 光轮 越过头 描绘追溯人类 心中的样式 这是一个窄门 因为这是一个 进入个人内心的门 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入 其次 门前有一个花园 这是一切令人 回想那城市 一个美丽的乐园 现在蓬乱的生长着荆棘和矮树丛 野藤蔓 升攀到墙上 这是一个荒芜的花园 也许这城市一个祷告的花园 耶稣常常来访 基督以某种方法 奇妙的是他的路 通过荒芜而到那 关着 并上了门插的门 这样长的时间被放弃 以至那些鸟儿 已经铸造在门上的屋檐上了 沉重的橡树木 象征着这个门 不容易服从墙里 耶稣不会在被邀请之前 首先进去 这幅画中 基督是一个中心形象 他的仪容与风度 完全主宰着整个画面 花伸展到他的外衣的边缘 萨尔曼通过艺术技巧的构思 把我们的眼睛 拉到基督形象和面孔上了 他的洁白的斗篷 长袍 闪着玄目的美 他那毫无斑贬的长袍 提示着超市的 基督的灵的全能和恩典 已经震撼了世界 两千多年 上帝的恩典 天父永恒的慈爱 与需要他的人 超越了这门和门栏 而相遇了 甚至那光也聚集于门上 这门是构成人类内心的形象 来自基督的光照在门上 这是荣耀的主 他寻找进入你内心的门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门 你看见铁矿放在这个坚固的橡木门上了吗 这个铁矿揭示了门内是黑暗的 沙尔曼说 铁矿那里是每个人可以看见是谁 在门边 通过对敲门的回音 他可以在未让他进门之前 先看看前面是谁 这正是一个让那些还未曾答应敲门的许多人 有一个可能性 一次又一次对救助忽略 这个紧紧关闭的门 正是一个人类悖逆的象征 圣经说 我们的心灵被一个灵的病魔左右着 这就是罪 基督用超越了死亡的能力 可以看到门的后面 我们的真实情况 就如耶稣说 从里面 就是人心里发出恶念 苟合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傍言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罪 都是从里面出来的 而且能误会人 你曾想用上插的心门来抗拒上帝吗 那你就从全能的上帝的眼中 断定你的罪 我们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上帝知道你的内心 所想的是什么 他知道你的思想 他知道你的生活 当你的星期日在礼拜堂 往外走时 你并不是生活于上帝之外 上帝并不是住在一个用人类的手所造的房屋 他与你同在 指出你所处的环境 他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上帝知道你的生活里的罪 你心中的欲望 你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衰退 你嘴唇的亵渎的语言 你的伪善的见证 你的骄傲 圣经上说 上帝爱罪人 但他恨罪 以至于在他神圣的审判中 以此来处罚所有犯了罪的人 圣经说 罪的代价就是死 但上帝命定的死 远远大过肉体的死 这是灵的死 这死是毁灭 是永死 是与上帝的一切恩典中永远分离 圣经有一句话 描写死 这就是地狱 你的罪的惩罚 就是地狱 那么 你和我有什么希望呢 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希望的 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世人都犯了罪 在你和上帝之间 靠你自己没有什么补救的事情 只有一个出路 上帝已经为我们 把这条路提供在十字架上了 耶稣的作为 远远大于教导一个人 伦理道德的准则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受了刑罚 他是无罪的 然而为你而死 他死的原因 就是把你的刑罚承担在他身上 成为你的替罪者 为了完满的完成上帝的伟大的审判 以及提供一条生命的心路 新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富足的生命 正是为了你的现在 耶稣为了你经受了一个罪人 在十字架上的死 上帝 想在你的心灵上 做手术 他说 我将从他的冷酷的肉体中 取去铁石的心 给他一个肉的心 这手术的图景 可在西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中找到 你离开永恒有多远 把你的手放在心上 你感到 你的心在里面充满信心的 每时每刻在跳动吗 但是终会有一天停止 而这时正是你的心 永远在永生里跳动 基督此刻就站在你的心门外 但有一条琐事 可以开这关键 何处是门叉 门叉可能在隐蔽之处 但艺术家 想要一个没有门叉 在外的门 新的门只能从里面打开 灵的本身就是琐事 你必须开门 基督今天敲你的心门 但他不希望闯入 谁把他作为受欢迎的客人 接待了他 他必把光和生命 给于他的心 他将赦免他的罪 他将把曾挟制 他的生活的杂草 和荆棘拔起 他将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有方向 有目标 充满希望的生活 画幅上 没有一个重要的 匪红的笔触 便不会完美 耶稣手上的钉痕 这正是活生生的 活的基督来敲你的心门 他已经走过了十字架 为你的罪付出了死的代价 并且胜过了坟墓与死亡 现在来向你提供生命的赏赐 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 以信心请他进来 耶稣轻轻地消门 他不是要把门撞开 他只是以敏锐的期待和倾听 正如一个医生 在听生命的波动 现在正是打开你心门 请他进来的时候 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首先 你必须知道上帝爱你 并且希望你有一个奇妙的新生命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已经告诉我们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耶稣说 盗贼来 无非要偷盗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其次 你必须坦白向上帝认罪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 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上帝把世人 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看为一样 但你像耶稣基督 一样尽善尽美吗 不 没有人像耶稣一样完美 失罪 使你与父上帝分离 圣经说 死 是罪的代价 这是灵 与上帝的分离 是永远的死 是地狱的死 第三 福音 是你可以借着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的死 而得的心声 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他填补了上帝愚人的裂缝 上帝派基督为你的罪 付出了受刑的代价 以此向你表达他的爱 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你的罪 你的死 你的审判和你的处境 他成为了你的替身 在坟墓里三天之后 他从死里回来了 在这方面 上帝很清楚地向你表现了他的爱 上帝爱你本人 圣经上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这在耶稣基督的生命 是一个从上帝来的自由的赏赐 你仅靠好生活并不能得到它 上帝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出于上帝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第四 上帝的福音 是靠着接受基督作为你的主 并拯救你 使你得新的生命 圣经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接受基督 意味着从罪和自我 转向基督 并相信他饶恕你的罪 除去你的过犯 并给你一个奇妙的新生命 意思是 使基督耶稣 在你的生活中做主 你接受基督 是以个人的邀请 耶稣说 看啊 我站在门外靠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现在 以信心 通过祷告 接受基督 开始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活 从最终转向基督 上帝所说的 因为 凡求告主名的 救必得救 凡求告的人 也包括你 因为你从罪转回 并把主基督耶稣 作为你的救主 接受 信靠 请他进入你的生活 和内心 祷告是最容易的 与上帝谈话 请求耶稣 现在就进入你的心 和你的生活 去接受耶稣 进入你的内心 与生活 你可以向他祷告说 主耶稣 我需要你 我愿意从自己的罪回头 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的死 把我的罪除去 求你做我的救助 来约束我的生活 使我进入 你所指望我成为的那种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